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碑的名字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大秦就是罗马帝国 景教就是基督教的一支 尼斯托里教 就是罗马教廷所兴奉的是天主教 有一部分人不服从罗马教廷的官家 他们自己传教 主要在以叙利亚 伊拉克 中亚为中心的地方 那么这种 这一支就叫做 尼斯托里派的基督教 这个碑呢 既记载的这个尼斯托里教 怎么样传到中国 说他们的教祖叫阿罗本 他们是从王舍城 今天的阿富汗的 马扎的沙拉夫 在阿姆河的另外一边 古代的巴勒克 这个城呢 到了唐代 到了唐朝的首都 那么受到了在唐太宗的时代 以后呢 在唐朝的五代君王 唐高宗 唐忠忠 对他们都非常的相信 在安史之乱中间 他们还如何的 这个捐出自己的财产 帮助唐朝平叛 他们和唐朝宫廷里的高丽氏 就是杨玉环的那个 那个太监 也有很深的关系 他们描写了这样的故事 这个碑 这个碑呢 就被明朝到中国来的 西洋传教士知道 然后呢 把它做成了踏片 送到了梵蒂冈 所以被 全世界举世闻名 今天这个碑 还在西安的 贝林博物院中间 凡是到贝林博物院的人 都要去看这块碑 是我们中国的国宝 今天外面都造了造纸 你都不能触摸了 另外一种文字 叙利亚文 也被当地人 而也被这个欧洲的学者 做了戒毒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碑 那么除了这块碑以外 在敦煌发现的文献中间 也有一些很重要的文献 说明了这个警教 在内地传播的情况 所以我们知道 当时的 这个基督教不但 在苏特人中间传播 他也传到了中国 到了辽京时代 后来唐朝后期 唐武中灭佛 把这些外国宗教都一扫而光 但是在蒙古草原上 始终在那里传播着 我们今天不知道 有没有机会去讲这个 我们讲的是 这个剔度教 仙教 也是这样 也传到了 我们内地 这个大概是1958年 在这个西安 也是在西安 今天的火车站附近的地方 那么发现了一块碑 叫做 唐 是什么神策军的一个将领 苏亮 苏联的苏 原亮的亮 苏亮 骑 马士 姓马的 马士墓志 那么这个墓志呢 两种文字 除了汉文以外 还有一种外文 这块碑被发现以后 在文化大革命中间 被发现以后 中国没有人认识 这个外国文字 那么我们当时 考古研究所的 夏奈教授 就把这块碑 寄到了日本 请日本学者 帮助辨认 日本学者 我现在想不起来 这个日本学者的名字 就认出来 发现 是 这个 巴列维文 中古波斯文 叫做 巴克拉维 这种文字 描写的是 是先教的 说苏亮啊 这个王子 他的妻子 马西斯 他的女儿 马西斯 死掉了 然后死于哪一年 哪一年 这个苏亮呢 是骑兵部队的 一个将领 这个我曾经还 做过 对这个碑 做过研究 苏亮 这个姓 在安息王朝中间 是有的 苏亮 是安息王朝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贵族 苏亮 那么 汉文说 是苏亮的妻子 马西斯 马士 波斯文 中古波斯文 巴列维文说 是 苏亮的 女儿 他的 他的女儿 叫马西斯 那么首先 我们要考定 这个马西斯 是不是 是不是汉文 被讲的是一回事 这个少数民族的 这个这个 这个巴列维文 讲的又是一回 另外一回事 我们觉得 他讲的应该是 同一件事 因为碑上的 数的日期 是一样的 唐贤通 十五年 是一个日期 也就是 汉文讲的是苏亮 少数民族讲的 也是苏亮 汉文讲的是 他的妻子 少数民族讲的是 他的女儿 那么到底是女儿 还是妻子呢 实际上 仙教徒 就有 这个同学园的 苏伯通婚 甚至妇女通婚的 例子 就有 所以呢 这个并不奇怪的 只不过 他的汉文中间 没有表述出来 那么这个碑呢 告诉我们 这样一个事实 就是有相当一批 西域人在中国 这个呢 我们是能查到的 在安事之乱之间 有很多西域的贵族王子 到中国来操控 由于安事之乱 他们回不去了 到西域的道路断等 唐朝政府就把他们养起来 向他们提供 饮食供应助餐 提供了几十年 在中国过了好几代 最后唐朝政府 做了一个决定 就如果你们想回去的 我们可以从海上 派船送你们回去 如果你们不想回去的 就要自食其力了 那么在唐朝得做官 给你们个官做 什么官呢 就在神策军中间 神策军是唐朝 住在长安的骑兵部队 在神策军中间 把你们安插一个位置 这个塑料呢 它就在神策军中间 它是兵马使 是一个军官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仙教这种宗教 也传到中国来了 如果我们查 宋敏囚的长安字 这是一个方字 长安字中间就写的 在长安的某一个方中间 就有秦寺 秦教 秦寺 那并不是大秦秦教的 是 那就是波斯的 胡寺 就是信奉仙教 仙教在中国的历史还很多 那不是一处两处的 在山西 在什么地方都有 我就不多说了 最近这些年 在我们中国的考古发现中间 到了宋代 宋代 在江南浙江造反的 那个方辣 跟宋江同时期 水浒的宋江同时期造反的 那个方辣 都是一帮模拟教头 最后宋江投降了 宋朝以后 被宋朝调用 去到南方去征方辣 跟方辣打仗 死了很多人 很多山水浒的英雄 都在跟方辣的大战中间 被打死了 让他们 实际上方辣就是南方的 模拟教徒 造反的 所以 这些在西域的宗教 随着丝绸之路 作为一种外来的意识形态 他也传导了中国 传导了中国民间 有很低层的老百姓 相信他 那么在我们讲到 在丝绸之路 这个双向的 文化交流 传播中间 我们前面提到了 这个 私质业 整个 生产流程的 西传 另一个 非常重要的 中国的 这个产业的西传 那就是造纸数 纸 过去是中国独有的 我们这个 以前讲的是 蔡伦 东汉 实际上西汉就有纸 在我们中国的墓葬中间 现在就有西汉的纸 出土 那就证明这个 中国古代 东汉时候 蔡伦 用废麻 废的 丝的 那个 那个絮 做成那个纸 记载的 可能是他整理了 前人的造纸的成果 那么纸的 这个西传呢 有两层意义 第一层就是 西域人 知道中国人用纸 甚至在中国买了纸 回去用 这个我们也发现 苏特人的文献 写的苏特的 东西就有用 就有写在纸上 这个呢 可以说是 纸张 传到了西方 不能说是 造纸的这个记忆 这个产业 传到了西方 那造纸怎么样 传到西方的呢 这个和中国 与阿拉伯人的交往有关 我们知道唐高 唐玄宗 天宝监中间 是这个唐朝 经济文化发展的顶点 也是从顶点 向下跌落的 这个时刻 在天宝年间 在公元751年 唐朝呢 在达罗斯 就是今天的哈萨克斯坦的 塔拉斯 过去呢 在苏联瓦解之前 叫江波 在这个地方呢 唐朝的军队和阿拉伯的军队 打了一仗 唐朝的军事统帅 是高高利人 高先知 他的军队中间 有很多内地 蒸发的 军队 也有当地的少数民族 哥罗路人 在正前叹变 一支游牧民族 那么造成唐朝的军队 在这次战役被打败 打败以后呢 很多唐朝的士兵 中下级管理被抚 我们知道过去就有一句老话 士兵 就是穿了军装的工人农民 也就是他没有当兵之前 他都有一个谋生的手段 或者种田 或者金沙 或者干什么 那么中间就有 会造纸的人 唐朝呢 在俘虏的中国的士兵中间 发现 有会造纸的人 所以呢 在康国 也就是萨曼尔汉 设立了作方 让被俘的中国士兵 造纸 那么这样呢 中国的造纸术 就被阿拉伯人学会 一直到今天 一直到今天 在波斯语中间 把中国的 那种传统的 纸 宣纸 就是把竹子木头打碎了 然后用一个 一个壁子在水里捞 捞了以后晾干了 放在墙上 那种纸 一直到今天 在波斯语中间 还有一个专门的词 叫做 Kogaz 萨曼干地 萨曼尔汉纸 原因就是 那些中国工匠 最初 在萨曼尔汉找出来 如果伊朗人 得到一本中国古书 这个古书是现装的 他们就讲 说 这是用 纸张是萨曼尔汉纸 并不是说 是伊朗人 在萨曼尔汉纸 并不是 就是指着中国 这种传统的纸 他们命名就叫 萨曼尔汉纸 就像我们今天 叫宣纸一样 对吧 并不见得是 安徽的宣纸 宣纸和宣传的一样 就是他们的一个 固定的名字 这个名字就来源于 这次战斗的 这个后果 这个纸张的西战斗的 对于世界的意义 非常的巨大 在纸张没有发明之前 西方人也用东西记录 他们的文字 用羊皮 用埃及人用草纸 用比较宽的草的尾叶 整理出来 而纸张呢 可以做得很大 它比羊皮 更加容易获得 那么后来又有 印刷处是在 纸张的基础上 继续发展的 我们知道 在纸张印刷处 没有发明之前 人类的 技术文化 是靠可口相传的 那么有了笔 记录下来以后 如果你要记录 大段的书籍就得抄 抄呢 羊皮是很文贵的 是不是 那么所以纸张的发明 以及在这个基础上 后来印刷处的发明 和它的西传 使知识积累的速度加快 过去很丰富的知识 都可以写下来 都可以刻下来 印下来 原来靠一个小小的脑子来记 现在变成了一个载体 那么传播的速度也加快 过去一本书要一本书抄 现在就一个板一个板的印 装定起来 那么这样呢 中国的纸张这个技术的细串 我们可以说 对于人类 加速了 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 是有全世界意义的 不光对我们中国 因此当我们讲到世界之路 四周之路的时候 讲到我们的四大发明的时候 我们不能不提到这一点 而且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这一点 从公元九世纪 十世纪 十一世纪 由于东方和西方 经济文化的往来越来越频繁 人员 民族的迁移 规模越来越大 往来越来越多 因此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时代 内陆亚洲 包括我们的新疆 一直到独联体中亚 文化的面貌 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那么这个根本的变化呢 我们可以用 两个 两句话 来做个简单的概括 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就这个时期 发生了一个最根本的变化 是从西向东的伊斯兰化 原来产生于 这个阿拉伯半岛的 一个伊斯兰教 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 这个伊斯兰化的浪潮 从阿拉伯半岛 到波斯 到印度的北部 到中亚 那么一直到我们中国 西北地区 使这个地区的人 人民大多数 放弃了自己原来的宗教 放弃了仙教 放弃了佛教 放弃了摩尼教 放弃了尼斯托里派基督教 放弃了犹太教 这是第一个 非常明显的 一个趋势 一直 它的结果一直影响到今天 这是第一个浪潮 第二句话呢 就是 从东向西的 突厥话 过去我们讲到 突厥语的民族 汉代就已经出现了 尖昆 在蒙古高原 突厥 在 这个阿尔泰山 在我们中国西北地区 随着北朝 随唐时代 突厥汉国的建立 东突厥 西突厥的扩张 那么使用突厥语的民族 逐渐的向西迁移 在 这个东西突厥汉国被 唐消灭以后 使用突厥语的民族 并没有停止发展 在墨北高原 还出现了回护汉国 他们后来迁到了 今天的新疆 在公元840年以后 在公元840年以前 新疆特别是天山以南 各种各样的民族 等等的居住 又是用突火罗语的 又是用和田语的 但是回河人西迁以后 使新疆的南部 突厥话 今天你到和田 到喀什 到库车 人民群众讲的都是 维吾尔语的各种方言 都属于广义的突厥语 那么另外呢 我们中亚的 不同的突厥部落 向西迁移 比较重要的 有塞尔柱人 建立了塞尔柱帝国 一直扩展到伊朗 扩展到小亚半岛 还有一支起源于中亚的 奥斯曼人 他们在蒙古帝国以后 占据了小亚 所以呢 才有今天 散布欧亚大陆 北部 很多地方的 使用突厥语的 那么这两个 一个从东 向西的 突厥化的 那个浪潮 一个从西向东的 伊斯兰华的浪潮 它的结果 一直留到今天 这也是 也应该纳入 我们东西 文化和人 人员的大交流的 这样一个背景中间 来观察 那么讲到了 这个突厥化的交流 人员之间的交流 那么我们要来想一想 古代的人 他们怎么样互相交流呢 说不同的话 互相讲话 听不懂 难道打比方吗 其实在中国古代 成就战国以前 中原的王朝 就有各种各样的蛇人 翻译 有的人翻译 南方的语言 这种翻译的 翻译叫像 大象的像 有的人 翻译北方的 少数民族的语言 这种人就叫做敌 等等 当时四方之民 语言不同 当时的中原 春秋战国以前 就有人 懂得各个民族的语言 但是 那个时代 我们周边的民族 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文字 只要能够懂语言就行 那么随着佛经的传 佛经是用藩文写成的 是用巴黎文写成的 那么这样的 还有用西语 其他语言写成的 怎么样能够翻译汉语 这就开始翻译诗语 就要有人 懂得外国的语言 和文字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理事背景 南北朝时代 中国的北方 是处于 非汉语的 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 那么统治者 和被统治者 怎么沟通呢 也就是烟碑人 托巴北魏王朝的烟碑人 他们怎么样能够是 被统治的汉族 理解他们的话呢 这样呢 这个翻译 这个事业 可以说 到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 今天呢 我们留下来的 最重要的 这个翻译的作品 我们讲的工具书 有一个 唐代 有两部书 有同样的题目 叫做一切经 英译 一切经 所有的各种各样经 佛经中间翻下来字 比如罗汉 是什么意思啊 和尚 是什么意思啊 比丘 是什么意思啊 尼姑叫比丘尼 今天呢 尼姑的尼就这来的 是像比丘这个词的音信 等等 随着佛叫一刹那 很短的瞬间叫一刹那 刹那也是 佛家的话 是什么意思啊 那么专门一切经 英译 把这些外来 用汉字记下来的词 收集在一起 这种词呢 这种书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 汉语 和外国语的 对照的 一种字数 或者可以看出是 双语字典的原型 两种语言 今天我们英汉字典 是吧 那这实际上是类似于 英汉字典古代的东西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就是我们讲的 先被人入居中原以后 也有人有意识的编 先被人的 文写 现在表现 保留的比较集中的 是随书 随着的随书 当代编的 卷三卷三十二的 经级志 一 随代的国家图书馆中间 所保存的 经典的 登录 他的书的名字 那么这个中间也记载了 说后卫 出定中原 就是托巴人啊 在那边 均荣号令 皆以以语 他们发号施令 都是用少数民族话的 后染华素 都不能通 但是后来 定居在洛阳的 贤卑人们 都说 都说中国话 他们自己本民族的语言 反而不懂了 故陆其本言 以乡教习 但是鲜卑的军队中间 使用的军令 仍然是用鲜卑语的 那么为了让 鲜卑人 汉人的军人能够懂得 有人编了书了 编了多少种呢 编了 随书中间 记载了十三种 随便举几种 比方说国语 识卷 第二 国语 第一国语十五卷 第二国语十件 第三 鲜卑语五卷 第四 国语 物名 四卷 等等 中间有一些 还有作者的名字 他把作者给记下来 这些字典呢 可以说是用汉文 来解释 鲜卑语的 但是很可惜 这些书今天已经失传了 我们只知道这些书 曾经存在过 我们只知道这些书的题目 书已经没有了 这个呢 可以说是 用国家的力量 来编写的一种 双语字典 为了人和人往来 需要语言的交流 嗯 那么现在呢 我就接着 往下讲 为了语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